就拿刘雨菲来说 他拍戏的时候从来不是什么流量明星 他15岁 对吧 他没演过什么戏 那还有杨幂 杨幂15岁跟我拍戏 他现在是很大流量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 大家都知道演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职业 在演艺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因剧情需要跟其他演员出现肢体接触 甚至还会有亲吻拥抱这样的举动 这些都是演员的工作范畴 本无可厚非 但就是有些素质低略的演员 借着剧情的演绎 对女演员进行弦猪手 刘亦菲自打出道以来 一直都是清纯的形象 是很多粉丝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女神 她本人也非常低调善良 所以大家都会亲切地称她为神仙姐姐 可见她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有多美好 那刘亦菲少年成名 总免不了遭受一些流言飞语 刘亦菲很早的时候 就接派了金粉世家里面的白秀珠 那时候她似乎还没有张开 还是之后出名了 大家曾认出她的 你才不懂呢 听我哥哥说啊 有权就是有钱 没有权了 谁还会理你呢 你说是不是啊 这是俗人之见 我才不这么想呢 哟 生气了 生气我就走了 谁要你说我和我哥哥是俗人的 谁说了 之后刘亦菲就接拍了《天龙八部神雕侠》里 两部精英的作品让她迅速走红 这些只是表面的风光 刘亦菲在拍戏的时候 可以说是有苦说不出 在拍摄电视剧《神雕侠侣》时 有一个镜头 是小龙女和杨过打败了金轮法王 该帮弟子将大功臣小龙女 兴奋地抛向空中 谁知后来电视剧播出以后 细心的观众发现 一只黑手趁着这个混乱集会 在刘亦菲的胸上摸了一把 当时刘亦菲好像有感觉 在本轮下还用左手遮挡了一下 那是为了不影响拍摄 刘亦菲只好先忍气吞声地 把那点委屈给印下去 事后导演张继忠对于此事坦言 国内的群众演员 普遍素质低下 发生这种事情只能谴责 如果报警的话 只能显得小题大做 没办法 虽然导演大怒 把当时拍过《神雕侠侣》的群演 全部开除了 但还是没有选择把那个人找出来 你们觉得刘亦菲不合适 咱们可以 咱们明天再拍 今天不拍 我说你们 你们让我们觉得没有兴致拍下去 你给我换一个他们老的 就是这些个演员 你他年龄也不对 对不对 当时刘亦菲才16岁 还有一次刘亦菲在广州进行电影 夜恐却录演宣传时 遭遇疯狂男粉丝袭击被扑倒在地 刘亦菲和男子一起重重的摔倒在地 现场人员将该男子制服 刘亦菲被工作人员背走 场面一片混乱 主持人立刻结束了发布会 好 好 我觉得唱点情绪 好 谢谢 好 有一路收 太开心 好 有一程 好 有一程 这是什么 其实大多数时候啊 女明星遇到这种事都是默默忍受的 因为发生的代价太大了 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每当闲出手事件爆出的时候 总有极少数言论 指责被骚扰的女性 认为这是她们自身的问题 还有人说干嘛小题大做 正是因为这些偏见 才让这些败类肆无忌惮 让那些受害者被二次伤害 对待那些猥琐下流的行为 我们真的要零容忍 其实无论哪个年代 娱乐圈几乎可以说是一滩浑水 女明星的处境不容易啊 被人以拍戏之名凯犹 喊停会影响节目组进程 还会被人当成耍大牌 不喊停呢 恶心难受的是自己 心里还可能会留下长久阴影 只能说希望拍戏的人都自觉一点 围观者们也严苛一点 对明星嫌猪手的行为 不要视而不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